现在是巴黎岛的早上6点04分 我们在这里等日出 很早我们就开车来到这个海边 我们在这个海边不是咱们旅游一般去的 库德海滩或者是圣明亚海滩 我们是来这个萨努尔海滩 这个海滩叫喀浪 对喀浪海滩在萨努尔这边 我们看一下很多人已经准备骑了 就等日出了 现在太阳还没有怎么出来 那这里的话也 长枪短炮备好了 这个大哥在专心自制的操控这个五人机了 准备出发了 看一下他手上拿设备没有 好像没有 真用心了 真用心了大哥 站到水里面开 这里有几个 挺有心的站好了 趋劲点了 小狗一直在咬着我的这个绑带 有意思 我就这样被他咬住吗 不走吗 想干啥呢 你怎么好吃吗 算了 不管他了 我们看我们的 你要吃吗 吃不下去了 哎呀 这是狗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 我见了不少的 这个样子 一个一个蛋的样子 不知道是什么蛋 我们就不管他了 好多个的 这里又有一个 封透的 不知道什么 这个海水 吹上来的好多东西 我们都不认识了 我们用百度 看一看 啊 杀东西 长地龙 野菜 啊 长不明白 我们在看 我们在看这个 这个又是啥 在沙子上的 一个一个蛋一样的东西 好多我看到 但不石头 估计也是查不出来 看来百度也有搞不定的事情啊 这个大自然的物产太丰富了 哇 这几个大哥 准备很好 但是太阳还没出来 我们再看看周边的 这几个蛋一样的 这个是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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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 挖的这个坑 是用来放这种 海草进去清理的 这个是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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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小气 是啥子 但是 OMG 是不是 我找到 我因为刚才听了那个大姐说 这个是海里面的植物生产的 看到没有 这些就附在它身上了 然后这个呢 可能是挂在海树上面的那种东西 我还以为有什么毒在里面 但是没有 里面是水 没问题 但这个水应该是海水喝不了的 我再问一下 我再问一下它 我们来打开这个看一下 全是水 怕不怕 你还在 你还在吃这个水啊 肯定啊 在海里面涨了不是海水 还有自然水吗 你还在问一下 你还在问一下 我们可以喝水 所以我试试了 好 辛苦了 太阳出来了 一般白天的话呢 就很多这个西方人士啊 他们就喜欢在这里住一个地方 然后的话呢 就拿一本书在这里看 点一点东西吃喝 就这样子一天了 非常休闲的生活 早上也很多这个人在这里运动 还有这个摊位都开了 卖冷饮啊什么的 朋友们 这个海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太阳也看了 也认识一些新的东西 那个绿葡萄 大大绿葡萄 那些海草啊 可爱的小狗啊 还有很多摄影师在这里啊 反正我们觉得 我们选择来这个海滩 没有选错 非常好 朋友们 再见 再见